接下来我们要在Google云端硬碟里面做一些环境的设定 首先呢我会新增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用来存放让大家可以搜寻到的图片 那资料夹名称各位可以以自己的需求来随便取 我给它取的名字叫做图片存放 那建立好这个资料夹之后呢 我必须把它做共用 共用的层级到什么程度 共用的层级要到所有知道这个连结的使用者都可以检视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网路上是开放的 人家如果知道这一串网址基本上是可以找到这里面的图片 设定好了之后按下完成 那再来呢 在我们的参数设定档里面 也有一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先去设定的 第一个我们要先去设定的就是搜寻工作表的名称 所以我们打开这个Google试算表 我们要搜寻的资料 在这里我用的范例叫做客表资讯 我打开之后呢 里面有两个工作表 一个叫导师课表 一个叫客人课表 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来搜寻 你也可以所有的都进行搜寻 那反正呢 不论如何啦 总之你想要搜寻哪些工作表 你就把这些工作表的名称 复制到我们的参数设定档里面 那我希望两个都可以搜寻到 所以我导师课表我也放进来 然后呢 可认课表 我也把它放进来 那再来搜寻栏位 我们要借由哪些东西来进行搜寻 我希望我可以从班级或是老师的名字 都是可以让我搜寻的东西 所以B栏跟C栏都是我希望我可以去搜寻的地方 那我就在这里把B栏跟C栏加进去 那其实大写小写都是OK的 很无所谓 那我只是为了比对这个试算表上面的名称 所以我打大写 好 那图片档ID栏位 为了要能够搜寻到图片 所以在我们的搜寻资料里面 要有一个栏位专门是存放图片档ID的 那我这个图片档ID都是D栏 所以呢 我一样在这里图片档ID 我就给它选D栏 那到这边呢 我们的环境设定基本上就算是OK了